好 那我们这一门课是大一的这个逻辑设计 那我们稍微先讲一下跟课程相关的领分 好 那我们这一门课是礼拜二三十 还有礼拜五第五节 然后在220这边上课 好 那我的门工是在四里面 那email在这里 好 所以那我们课程所有的讲义内容 那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学期的讲义都已经放在这个一三上面 所以就请各位到一三上面去下载 那我们的TA在公司馆的四二期 公司馆的四二期 好 那 那这边是我个人的介绍 从里面勾一些这个习题 让各位做一下这个作业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用的这一本 第七版的这个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另外这一本其实也不错 这一本不错 它好像也有出中文版 那它有包含这个Vlog的这个部分 所以 好 那 好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课程进行方式 好 那每个礼拜我们都是三个小时的 练习的这个部分 好 那 基本上呃 讲完每一个练习 我们大概都会有 有作业 好 都会有作业 好 那 呃 Homework的部分 题 题目的部分就请各位 呃 以最后我们公布在一山上面的为主 好 公布在一山上面为主 那 呃 我们讲一上列的应该 可能是比较多的 好 那 最后可能应该会是稍微再少一点点 所以主要可能就是一山上面 公布的最后的会主 那另外我们会有 呃 应该会有一次到两次的Vlog的 Coding的这个呃 作业 好 那这个作业呃 不算在我们正规的Homework的分数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交的话 就是可以得到Bonus的这个分数 好 就是额外 这边是算是额外的这个 分数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 呃 Vlog Coding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这个是我们的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那我们有 呃 两次考试 好 两次考试 因为 呃 我们罗社今年大概开了 好像开了五班 开了五班 那 每一班的评分标准 好像都不太一样 评分标准 那我们这边是 就 有两次 两次考试 那 那这样子每一次你要考的范围 会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分成呃 有两次的这个干考 那第一次占二十二 第二次占二十三 那因为第二次大概稍微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分数稍微高一点点 那我们没有小考 好 没有小考 那基本上呃 呃 就就是 各位交 交作业 好 对 那作业的部分数大概是占 20% 好 然后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是在第十八周的礼拜二的这个时间 好 七三四的这个时间 那请各位呃 务必要把这个时间保留下来 好保留下来 好 那这个是我们所有呃 呃 电机系这边 那个班的罗瑟的老师 呃 一起出题 好 就是每个老师大概出一点一点一点点 好 大概有 可能大概都占个二十分这样子左右的这个 呃 分数 那期末考的范围就是整个学习的范围 好 整个学习的内容的范围 好 整个学习内容 那 各位不要觉得整个学习内容范围感觉很多 好 好因为通常你学到后面之后 你就会发现前面真的是太简单 前面真的是太简单 你会了后面前面就一定会 好 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那期末考占的分数是三十分 期末考占的分数是三十分 好 然后我们另外有五分是呃 点名 那基本上我们应该会点十次名 好 那 也就是 至少你有 有 点到有十次就OK 至少点到有十次 我们会是用线上 线上点名的这个方式 那大概差不多应该在其中 其中之后 其中之后主要才会开始点名 那其中之前大概可能不太会点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评分标准的部分 那 通过口这边刚刚有讲的就是 Velo Coding的部分是额外 额外 两次是额外的分数 是额外的分数 那如果你想要赚额外的 Gonus分数的话 呃 就鼓励大家可以写一下 这样子 但是不算在我们正规的这个 平分里面 这是属于Gonus分数 好 那关于平分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嗯 那 我们 呃 其他几门电机系的罗色的课是有小考 我们应该是唯一一个是没有没有小考 但是都是除风火壳的部分 都是除风火壳的部分 那本来我也想过是不是要搞小考 但是我觉得反正有点太麻烦了 好 还是就直接让各位写一下风火壳好了 好 这样风火壳 那 好 那 那风火的部分当然就是希望各位呃 透过你写这些作业大概可以把我们上课讲的内容 大概可以稍微比较轮会贯通一下 那 我们考试的内容差不多 难易程度大概就跟这个呃 习题的难易程度是差不多接近的 好 就是差不多在在那个呃 水准左右 好 这样子 这样子的 ok 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的呃 呃 这一个 这个是 呃 到时候会讲啊 到时候会讲 呃 这个是 VLOG 的这个RTO CODI 因为学了罗色之后后面 接的就是呃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你学到的东西可以把它实现出来 好 那用的就是这个VLOG 的这个RTO CODI 的这个呃 呃 部分 那我们用的 会是直接用这个线上的这个 呃 一个平台好 一个线上的平台好 那我们会在里面大概勾一个 呃 其中会有一个 然后期末会有一个 啊 会有 那基本上 你大概就是完成它里面的这个呃 作业 把你做完的结果把它给交上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一个部分的VLOG 的分数 好 那它蛮简单的嘛 所以没有很困难 好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部分 那所以关于我们课程 课程的这个 介绍到 到这边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课程 在在讲些什么东西 好 那罗色这门课呃 基本上就是 大概是各位第一次接触到 关于这个数位电路的设计的一个 第一门基础的这个 课程 好 那你学到这门课之后 那之后在大二的时候 你会遇到其他 呃 数位电路 还有法刀大三会有转机组织 然后或是像这个呃 电子设计自动网 好 VDA或是CND的这这方面领域的这个部分 好 那你有这一方 有罗色的这个知识 你在接触这一些的时候 你会更了解它里面在 在看一些什么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门课在在干什么 那这门课基本上就是呃 各位接触到数位的这个IC设计 好 机器电路设计的呃 第一门课好 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像这个 这是iPhone的用的这个A15的这个晶片 好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包含的哪一些好那最会包含的这些所谓的非法啦 Gate那这边各位一定是看到这个名词啊 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没有关系后面我们就会来介绍啊 好那我们这门课那我们这门课就是在讲这一些怎么用这些基本的这些Gate 你身上可以兜出这些不同的逻辑出来啊 好那这些逻辑后面事实上有一些呃 呃 根据一些数学的这个原理 就是所谓的布林代数 Booling logic 那各位在国小的时候你有学过比较简单的这个呃 实际位的这种代数 但是我们在数位电路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用的代数是只有0和1的所谓的Booling logic 那如果各位之前在 在国高中或是国小你有接触过这个写程式的话 写程式的话那你都会知道这个写程式它用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运算啊 就是这种Booling的这个logic 都是Booling的这个logic 那你的数位电路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好那利用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可以设计出你的这个电路出来啊 那基本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复杂的这个电路 我们都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 好 一个是关于控制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计算Datapath的这个部分 好那控制的部分 那边这边就是我们在课程的后半段会来介绍的一个东西 叫做Finalization 所以大概赞了我们课程的后半的蛮大一部分都在讲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前半段的部分就会来讲这些Booling的logic 然后用这些Datapath可以做一些运算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 我们课程大概会包含的这个内容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都还是比较基本的这个部分 那你有这些比较基础的概念之后 那在Datapath有另外一门客数位电路里系统 那他就会来讲 你怎么样子利用这样的基础概念 可以用Vlog来实现 用FDL这个来实现 好 那这边如果再往上再去做设计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这个CPU 那CPU的话当然你就会有CPU的这些指定 然后甚至到最高阶的这个像各位比较 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这种7亿元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在大三的这一门主持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再往下的部分就是这些Gate 它是实际上它是怎么样子实现出来 用定定题的方式实现出来是怎么做的话 那这个在大三会有另外一门课 超大型阶课VSI这门课 会来讲这一个部分 那如果是对这个物态半导体这边比较 更有兴趣的工学 那你可能会接触到这些IC的制程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最底下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这整个串起来就是整个一个数位电路设计 它完全会走的一个流程的部分 会分散在你们不同的课里面 好 所以这门课基本上就是整个IC设计的一个 非常基础核心的一个课程 好 也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在上课之前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们讲到罗色这门是整个IC设计的这个核心 那我们学东西当然不只是学这些基础的原理 你要看这个东西学出来之后 然后到这个产业它到底有什么用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的这个IC产业 还有半导体产业到底是存回事 好 那我想各位 因为在疫情的这两年之间大概可能都听到很多这些全球的这个晶片缺货啦 然后这个很多工 很多国家纷纷派了一堆人 飞来台湾要IC产能 要晶片产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各位也有可能听到一些这个 最近这个中国和美国在打这个贸易战 那打贸易战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就是 美国封锁了很多中国它能够取得的一些设备 还有封锁了它一些EDA的这个部分 那只要它有美国制造的这个技术 25%以上就完全不能出口到中国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它到底是怎么样回事 好 那这个是整个全球在各个部分 各个部分的这个市占率 我们大家看一下 台湾在几个地方是占比较有优势的这个部分 那最明显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金元代工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台积电 联电 那台湾在这一部分的全球市占率达到63% 这63%里面应该有56还是59 59 就是台积电 主要都是台积电 那剩下的这个4%到5%就是联电 剩下4%到5%是联电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金元代工 这个台湾在这一部分是完全独占优势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关于 既然你的这个IC做出来之后 你要去测试它到底好不好 要做封装和测试 那台湾在封装测试的部分也是占了18% 那这一个部分也是 市占非常非常的高 就超过一半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 算是也比较高 但是并不是排名第一的 就是这边会看到所谓的Fairpeace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事实上讲的就是IC设计公司 做IC设计公司 那IC设计的这个公司的话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排名第一 将近六成 将近六成 台湾排名第二22% 那中国15% 中国15% 中国15% 所以这个是IC设计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几个国家 美国它在几个地方是特别占优势 就是IC设计 IC设计的部分 因为它美国等于事实上是把这个金元代工的这个部分 这整个技术事实上是整个都转到台湾里面 因为代工和工装的部分都转到台湾里面 所以他们主要就是在这个IC设计这个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也是美国独产的 就是所谓的EDA 那EDA是什么 EDA就是所谓的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所谓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听起来非常造口的一个名词 进来非常造口的一个名词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那各位可能 现在应该开始有接触到这个写程式 你会用到那个比如说你写C元 那你写了C元之后你要做Compile 要有Compile 不管你是用这个Visual C++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Compile 你要把它Compile成这个CPU可以执行的这个语言 好 那在IC设计里面 你用比如说你用Vlog写完之后 写完之后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IC 变成实际的一个IC 这里面要牵扯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步骤 那你都要靠点工的话是什么可能 那我们也会需要有一个类似像Compile 一样的一个工具 Compile一样的工具 那它可以一度的把它转换变成到IC 那这一套的还不是只有一个工具 它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工具 那这整个做这些工具的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EDA 所以叫做电子设计自动化 那在我们大三的这个应该有门课叫做 歇尼导论 还是叫EDA导论 我忘记不知道是用哪一个名字 好 那就会再介绍这个东西 好 那美国在这边的市占率是94% 好 完全隐压其他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对手 好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三家 三家这个EDA公司 好 都是属于美国的 好 这两个月 好 那各位之后如果有修这个数位便入理系统 或是修这些ICDF或BSA 好 我们用到的这些EDA2就是这些 这些商用的这个EDA2 好 美国就是它 好 所以这就很严重 好 所以中美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说这个EDA不准输出给中国 那就可以导致一个现象 中国这边它Vlog写完之后 它没有办法往下做 它没有办法往下做 那当然中国有一些自己的EDA公司 但是这个它要做一些比较先进制成的这个部分的话 没有这些比较好的这个EDA2 那因为中国的EDA公司的水准还不到那个地步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往下做 所以这边就整个被美国打死 好 那另外欧洲和日本 欧洲和日本它最主要在什么地方 最主要在什么地方 好 欧洲和日本最主要在强项在哪里 就是材料还有设备上面 材料和设备上面 比如说各位可能在报章杂志上常常会看到 中美贸易战在打的时候 前阵子大家就会看到说 这个美国跟这个荷兰 NASML只会封锁说这个呃 看来是EUV EUV 这个EUV是 RECTRA ALTRA VILA 超纸外线 超纸外线的这个机器 事实上是不准输出到中国 那EUV大概是你要做到 这个10奈米以下 7奈米或是再往下的话 会需要用到EUV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的设备被封锁的话 那中国这边就 不太可能再往下去做 那另外像这个设备 如果你要用到稍微 没有那么先进的话 那至少也是用到DUV 生子外线的机器 那这个做这些设备的 还有它里面设备用到的材料 最主要都是日本和欧洲 这边所贡献出来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日本在材料的这一个部分 事实上是独占 事实上也是相当独占的一个部分 所以日本前阵子也是 就是对中国也有实施禁定 就是它的一些材料都不准输出到这个中国去 那你光有设备 你没有材料它也做不出了 所以这边就卡住了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看到这边也蛮大一块的 就是这个IDM IDM 那IDM跟这个Favis 各位看一下这个英文名字 所谓的FAB FAB就是这个厂房 那Favis Favis就是没有厂房的公司 没有厂房的公司 没有厂房的公司 好那相对于没有厂房的公司 就是IDM IDM就是 Integrated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就是整合的设计和制造 设计和制造 全部都整在一家公司 这个叫做IDM的公司 那Favis 它就是没有制造的公司 简单讲就是 你把Favis跟金元代工还有封册 这三个加起来 它做的事情就是一家IDM公司在做的事情 好那像各位熟悉的这些联发科 联发科它就是Favis的公司 它的金元代工是委托台积电 然后它的封册代工程 可能就委托台湾的日月光去做 那这些它自己没有做 它自己主要是在做设计的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包在 从一家公司里面去做 这个就是IDM 那全球最大的这个 这个IDM厂是哪一家呢 现在不知道是神兽排低 还是这个Intel排低 这两家公司就是全球最大的这个 目前的最大的这个IDM厂 所以你看到美国和韩国在这边 它的施弹率是比较高的这个部分 或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全球半导体 经过了这五六十年来的这个发展之后 它变成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一个产业 非常全球化的产业 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可以把这整个产业可以独占 没有那个国家是可以把这个产业独占 所以这个半导体产业是非常全球化的一个产业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整个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那我们回过出来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2012年的这个数据 那2012年的时候差不多台湾就已经是 产值是16%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台 台名第三 那那个时候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贡献是1.6兆 各位看一下这个数据 1.6兆 那1.6兆里面呢 那整个半导体产业的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也就是你扣掉成分之后 它能够赚到的这个利润 是所有台湾的各个产业里面利润最高的 半导体产业是台湾所有产业里面利润最高的这个部分 那它占整个台湾的整体附加价值的28% 所以各位会看到为什么这个新竹这边的这个房价率居高不下 因为这个产业市场非常的这个赚钱 那当然员工也会得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分口 所以这个是 好 那我们刚刚是看到2012年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从一直到 预估到2022年 2022年 那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大概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突破一兆 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突破两兆 然后在2020年 也就是新冠疫情的第一年的时候突破三兆 然后很快在隔年 2021年就突破四兆 四兆台币 四兆台币 那预估 预估今年 今年当然可以达到五兆 五兆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在这个部分的产值 事实上是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也可以看到 每隔几年就已经是增加一兆这样子的一个产值 再增加上去 这是非常可怕 是这样的 以前在2014年的时候 大家还在讲什么 两兆双型 两兆双型 其中一兆就是讲这个IC产业 但是现在光是半导体产业 一个产业就已经可以达到五兆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值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好 那我们整个这个年成长率大概都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蛮可怕的 2019年 然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这个成长率就达到了 应该是有到20几% 然后2060年是超过24% 24% 好 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 这个 呃 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是很好 但是台湾 因为有半导体产业这边升起来 这个 非常非常的高升涨 在这一个部分 好 好 好 那这个是整个 呃 2019到2013年 整个台湾IC产业的 产值的这个 呃部分 那前面两年的这个成长率 好 这边20% 26% 好 然后去年还有到18.5% 18.5% 好 好 那今年呃 成长率就稍微衰退 是-5.6% 5.6% 好 那-5.6% 那这个好不好呢 好不好呢 好 那基本上你大概对照一下 这个是全球的 好 全球的半导体市场 好 全球半导体市场 呃 今年预估 大概衰退是-4.1% 好 那台湾 台湾是-5.6% 好 呃 好像衰退的比这个 全球还要再多一点点 好 衰退比全球很好 那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看往年的话 大部分 台湾的这个成长率 都比全球的半导体成长率 要来得很高 好 高很多 那今年算是一个比较例外 好 稍微衰退比这个全球的 还要 多一点点 好 那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 前面 前面一年的成长率实在太高 也就是 它的比较的激起 事实上太高了 所以 你看下来好像觉得 今年的衰退会比较多 好 那即使是今年衰退比较多 它的整个预估值也是非常高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全球的这个十大 IC Design House 那我们讲Design Hous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Fedix 就是 没有 无厂商的 就是 纯粹 纯粹做Design 它自己没有 做金圆代工 也没有做封测的这种 叫做Design House 全球十大 Design House 这几家公司 我晓得各位有 听过多少架 但是第一家 应该各位应该 如果有买手机的 应该都听过 Qualcomm 好 那基本上现在 如果 除了你是AQ的手机之外 如果你是Android的这个手机的话 应该九成以上 它里面的这个手机晶片 全部都是Qualcomm的 大部分都是Qualcomm的这个晶片 好 所以它的四战这个排名是第一 那第二位是这个Qualcomm Qualcomm 各位可能在平常 就比较少 少听到 好 比较少听到 那Qualcomm这家公司 它是上次出角非常广 它就做非常非常多 那其中 一大项是做跟这个 网通相关的一些 产品的这个部分 那第三名是NVIDIA 我想这个 各位就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你知道 有在用显卡的话 就可能会常常看到 这个NVIDIA 第四名是Andy Andy本来 他们也有厂房的 后来在 在什么时候 就是 就是他们的新任的这个CEO 也就是 出生台湾的这个 呃 女总裁把这个厂房卖掉之后 卖掉之后 卖掉之后 他们也变成这个 Fairbase的这个 Design House的这个部分 那第五名是台湾的联巴克 然后第六名是Marvel 那Marvel在做什么 好 各位可能平常也很少听过 这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多 就是 关于这个无线通讯的这个 部分 好像一些 嗯 也在用的一些hub 这些 大概都是 那第七名和第八名 这个都是台湾的公司 林勇和瑞玉 那林勇 呃 呃 林勇可能没有连班克这么响亮 不过 呃 林勇赚钱的这个 能力 大概跟连班克 基本上是不相上向 相上不相上向 他们最主要主要都是在做这个 LCD Driver 这个部分算是搭动 但是也有包含其他的 一些电视精品 那瑞玉的话 他们最早是一座 网通产品 网卡 啊 就是 你用在这个 呃 比如说你PC会用的这些 呃 这些这个有线网路的 啊 那他们后来当然也会说 这些无线的啊 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产品现在事实上也 也蛮广 好 那瑞玉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那个公司的那个 logo 呃 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瑞玉的这个logo 就是一个那个唐信 瑞玉的logo是一张唐信 就是号称要这个很新天下啊 很新天下啊 所以 这是瑞玉 好 然后第九名是Serieslogy 好 这个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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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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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哈 蛮多家这个协中跟台湾有关系 哈 就像这个NVIDIA的这个黄正群 呃 那 台湾这几家当然就不用说哈 然后 有NVIDIA的这个 这个 前阵子 呃 呃 大人有颁给他这个 荣誉博士哈 荣誉博士哈 荣誉博士的这个 呃学位 对 然后 这是2021年的这个数据哈 这个 这个 台湾的这个七景光业 快遇到第10 那 XX后来被NVIDIA并购了哈 XX后来被NVIDIA并购了哈 XX后来被NVIDIA并购了 所以这个就不后来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好 所以这个 呃 呃 这也是还蛮有趣的哈 在这个 呃 全球Top10的这个 IC Design House 好 这个 台湾 跟台湾有关的这个 人当CEO的比例也算是 不低哈 也不低哈 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好 好 那 台湾的这一块 呃 半导体的这个部分哈 那 基本上 可以很成功 当然有很多的一个原因哈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台湾的整个呃 电子产业的这个部分 实际上是非常集中在 西竹这一块区 好 那 也就是呃 呃 学界的部分是以台湾 是以交大和清大这两个呃 呃 大学院校 然后配合呃 呃 连接到产业中间的这个部分 就是工研院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这个院区哈 那 所以整个的这个距离 实际上是 不到一百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你都聚集了一个呃 呃 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 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哈 那这样子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各个厂商在做这些资源的时候 事实上是非常容易啊 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个所谓的产业的生态性啊 也就是 也不是只有一棵树啊 不是只有一棵树啊 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生液 它事实上是变成了一片的森林啊 啊 一片的森林啊 那所以它是着重到这样子一个呃 呃 那这样子的话呃 整个的这个呃 互相的这个资源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啊 那那这件事情在他国家事实上是不太容易做得到 尤其是像在美国啊 美国的话 它的这个地就非常的分散啊 分散啊 那那你的呃 相对的厂商你要做这个资源 它可能在隔很远的这个地方啊 那它整个成本就会拉起 那相对而言台湾在这一个部分就非常的这个集中啊 所以呃 台湾这样子呃 呃 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地方也有小的这个呃 呃 呃 好处啊 就是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 那前面看到的是产业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回到来看 跟各位最息息相关的就是 之后如果各位毕业之后 那你要找工作的 找工作的时候 那哪一个工作是可以让你呃 这个这个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薪水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半导体人才 这个是在呃 呃 去年 那一点是人意平常所公布的这个部分啊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啊 嗯 第一个是整个真财的这个趋势啊 就是整个需求啊 跟供给事上是差非常有一个 这个趋势上是越差越多啊 越差越多啊 也就是说公司要的人 他事实上是一直在增加啊 但是呃 呃 学校这边能够提供 领养出来的人才 事实上是赶不上呃 呃 呃 所需要的职确啊 感觉上所需要的职确啊 那这件事情啊 呃 各位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说 欸是不是这个 呃 台湾进入这个 这个稍子化的这个 呃 呃 这个大学的这个 这个入学的 就是逐年缩减所造成的一件事情啊 呃 不可慧言啊 这件事情对台湾呢 也当然 其中有一部分是 确实是这样啊 因为呃 呃 整个少者化的这个 这个 关系好 那就可以就读跟呃 呃 呃 跟半导体相关的呃 呃 学生的等数 确实是变少 啊 这是一个啊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放在全球来看啊 全球来看 那 事实上全世界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遇到啊 不是只有台湾遇到啊 事实上是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 人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口啊 非常大的缺口 那 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啊 现在的世界 你所有很方便的东西 全部都是由半导体所支撑出来啊 全部都是由半导体所支撑出来啊 所以这个需求实上是一直在增加 但是人才的供给一直都没有啊 大家可以上来啊 你怎么样啊 这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同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好 所以 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薪水的这个部分 薪水的部分 薪水的部分 我们这个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不会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谢谢 好 这个是呃 先看工作机会数 呃 数位IC的这个 工作是 是 蛮好找的 蛮好找 蛮好找 就这个需求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成长 一成长一直很快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这个软体的部分 还有类比 做类比IC的这个部分 好 那如果看薪水 看薪水的部分 好 那 呃 这个 类比IC 平均月薪 这个平均月薪 应该有 不知道有没有算那些 应该有算那些 这个 呃 奖金啊之类的 平均月薪算 差不多快接近10万 9万7 那数位的话 大概是9万3 9万3 嗯 那 呃 这个薪水应该是比 台湾大部分产业 平均的产业薪水应该要高很多 好 台湾一般的产业的薪水 新自带应该是 很多是落在3万 3万多左右 好 3万多左右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这一块的这个薪水实际上是 高出于大计 好 高出于大计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产业是蛮有前途的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 投入这一块部分 可以 可以 可以